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俠各風雲傳 往事如煙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榮耀的光魚影 喔 這是什麼 武當山嗎 喔 東方西河 佐倫青在對打 他們是師兄弟 從白天練到 晚上練到白天欸 日夜不停的練 練的都還是同一招 喔唷 換招了 換招了 一邊耍完換一邊耍 他們感情真的很好欸 很麻吉欸 天亮 天亮了 這是年輕時候的佐倫青 另外一個要說什麼 是啊 兩儀交會 陰陽交替 動靜 剛柔 消長 東洋出生 什麼了 東洋出生是在講東洋 東方西嗎 東洋出生 日西 東洋出生 萬物皆明 人親 他們 他們 怎麼有點 撫慰飄出啊 怎麼會這樣啊 日西人親 日新人親 哈哈哈哈哈哈 師弟 今日可有什麼領會沒有 沒有 兩儀 消長的關鍵 還是沒能參透 師兄可有見解 呃 也沒有 西感覺 師兄今日 粗糙過於急躁 可有煩心的事 今日便是 第一屆少尼英雄 舉辦的日子 咱們是東道主代表 絕對不能丟失了顏面 一想到這 我的心便安不下來 話說回來 你倒像沒事一般 不緊張嗎 呵呵 緊張就能保住顏面嗎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倒是期待 這次的彼此中 見識各門各派的武學 或許 或許 能夠參透一些 咱們參透不了的道理 哦 所以現在在 看第一屆舉辦的 少年英雄大會 你看得可真開啊 早課差不多要開始了 咱們該回去了 聊著聊著 居然忘記時間了 走吧 從早練到晚 也不需要睡覺 就去參加早課了 五菱都這樣子嗎 師弟 草叢裡 一隻蝴蝶在蜘蛛往上侵�的掙扎 一隻蜘蛛正步步的朝蝴蝶去了 可憐的蝴蝶 要成為蜘蛛的早餐 點點點 欸 他要去救蝴蝶 東方奇 輕輕的把蝴蝶自蜘蛛王取下 一鬆開手 蝴蝶翩翩的朝花蟲飛去 呵呵 這下要換蜘蛛餓死了 蜘蛛就不等 只等你同情嗎 欸 做什麼都不對 東方奇笑了笑 然後仔細審視了草叢周圍 接著 從草叢堆 剛拾起一個 剛死不久的獅蟲 黏到了蜘蛛往上 用樹枝 輕且快著晃著蜘蛛 蜘蛛移動到屍體旁 吃了起來 噢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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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處傳埋終身 欸 早課開始了 四成鐘 咱們快去吧 欸 遲到了喔 在這邊玩蜘蛛嘛 玩蝴蝶 所以遲到了 不好 大家都到齊了 連師父也 點點點 欸 這好像軍隊喔 軍事化管理欸 有沒有 早上要集合做早操喔 好了 你們遲到了怎麼辦 張 張豐彥欸 他的師父叫張豐彥 你們兩個師兄是怎麼當的 既然遲到 如何當重弟子的榜樣 痾 弟子之錯 請師父責罰 今日大事過後 到師過房領罰 陸列吧 是 師過房領罰 我們陸列了 剛剛不是沒有空位嗎 怎麼忽然 忽然 忽然就有兩個位置給我們 小聲 師兄 對不起喔 方才因為我耽擱了時間 連累你受罰了 小聲 沒事的 我也有責任 況且 咱們是好兄弟 本就該同甘共苦 不是 嗯 我 嘻 師父看這 欸 講完了 哇 重弟子 今日乃本門派舉辦第一屆少年英雄大會之日 仁君與熙 將代表本門派參賽 為師在此齊取兩位弟子能全力以赴 為本派爭取最高榮譽 我覺得武當真的很棒欸 都可以派兩個人 不然荊棘就有機會跟我一起了 可惜啊 逍遙派只能派一個 其餘弟子亦要克盡職責 善盡我派代客之道 勿使大會圓滿結束 切記 弟子遵命 哦 這種弟子都遵命了 其實這些弟子長得還蠻像方雲華的 只不過方雲華肩膀上有那個貂皮 是不是 第一屆欸 都是路人臉 都是路人臉 感覺你們就不會贏 可憐啊 可憐啊你們 這還是這三個人是不是 欸這 柯祥龍當了好久的掌門喔 還有這個 草掌門也是 方丈也是 歡迎大家參加第一屆的少年英雄大會 武當正是能成為東道主 也很感榮幸 你看朝代 從以前到現在都當掌門欸 所以 所以華山派一直都沒有換掌門欸 二十多年來 他都沒有換 二十多年前就這麼老 現在不曉得幾百歲了 希望大家能夠盡情發揚門派武學 好好切磋交流 為門派爭官 也為自己贏得榮耀 小教化門 欸 他 還比較年輕一點有沒有 感覺上 小教化門 加油啦 可別丟丐幫的臉 阿彌陀佛 B50 記得點到為止 莫傷了和氣 無音方丈欸 好 那麼第一屆少年英雄大會即可開始 開始了 少年英雄大會開始了 不會結束了吧 結束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打完了 最後通過試練的 就是兩位武當高徒嗎 已經最後了 果然是路人臉欸 阿彌陀佛 張道長果然教徒有方啊 方丈過獎 既然是武當弟子通過了測試 任務的事情 就只要給掌門人說明吧 任務 有什麼任務 人輕和稀爾 想必是對咱們幾個掌門齊聚在此 感到困惑吧 哦 到底是什麼事情 所以少年英雄別有用心 你們可記得 為之成其體過的天龍教 弟子記得 是近年西域崛起的神秘門派 為首的天王與龍王 皆是 是練舊神功的武林高手 不錯 近日江湖傳言 天龍兩王之武功 乃是席於聖堂所藏之寶典 聖堂據傳乃收藏了 小蝦米前輩的武學金藥之處 所在之地 契今是個謎團 現有一說 聖堂坐落於西域 天龍兩人正極力尋找其所在 試想 兩王得一部聖堂寶典 就已練成神功 足以立足西域 躺得其全部 其不足以在我中原 掀請一片 心風邪 小蝦米前輩之武功 乃我中原武林之瑰寶 凡我武林中原人士 皆有守護之義務 斷斷斷不能落入一族之手 成為危害我武林的利器 是以為有仙營部在天龍教之前 尋得聖堂所在 才能把我中原武林之安危 然而天龍教處西域 佔地利之變 我方欲搶得先機而不禁擾對方 唯有一個辦法 你們說 是什麽辦法 呃 派臥底阿 難道是內印 所以東方星去內印了嗎 對不對 之前 前面前面的幾集就是看到這個 莫非少年英雄會的目的 就是為了挑選內印 原來少年英雄會根本 目的不是提西武林心境 原來是為了挑內印 小只能通過文士 果然有點頭腦 不錯 此內印者首要有機敏之應變能力 以及一定的武功底子 還必須是江湖上默默無名之人 由各派未成年之優秀弟子擔任最為事宜 是以為師在幾位掌門幾經商量後 決定以此方式挑出人選 阿彌陀佛 此乃一兼具兇選之任務 即使符合的條件 也必須有決心和勇氣方能達成 不知兩位少俠意願如何 你們好好想想 師父平時是怎麽教你們的 人親 人親不想去 東方西看出來了 人親不想去 弟子願意擔此重任 並認為師兄不宜擔此內印之職 東方西至高奮勇耶 人親 何以見得 師兄乃本派大弟子 素來富有引領眾位師弟之責 且受師弟愛戴 乍然離開武當 心中必然難以割捨 心態上恐不立內印之職 此其一 本門弟子失去領頭師兄 心裡必當受到衝擊 影響休息 此其二 西相較於師兄 事少擇親 掛藍本不多 於情於理 更利於擔此重任 請師父及眾位長們前輩審思 人親 我們本來也沒有要派兩個人選的打算 既然小子這麼說 就這麼決定了吧 此行必當兇險萬分 東方少俠務必謹慎 切勿洩漏了身份 希爾 為師今日將此重任交付於你 也是將本門的聲望託付給你了 你要好好達成任務 莫要讓為師和武當失望了 弟子遵命 弟子今後恐不能再隨事於師父身邊了 望師父多保重 好 好 師弟 阿彌陀佛 兩位少俠竟已通過文武測試 少年英雄會的冠軍 理當授與二位之一 東方少俠竟已接下任務 本屆少年英雄會的冠軍 便是卓少俠了 東方少俠即刻上路 路上有堅硬之人 告知細節 卓少俠留步 接受冠軍之銅銜 和加冕儀式 這就是 榮耀的光合影耶 師弟 我 我 師兄 我走了 你多保重 師弟 你一定要回來 平安的回來 我會一直等你的 我會的 師父 圖兒拜別師父 去吧 走了 離開了 師弟 結束了 東方西 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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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 provider 看誰 在哪 我們下集